7. 經濟一周,第三季環球投資展望 2015年7月18日中長線外圍區 P-086、08743敬Front金榜吳芳進今期來到 截至6月底子的環球基金及幾個區域形基金排行榜 6月繼續指有兩個組別的基金纖聯 分別是日本組別的摩根日本基金 及下州組別的麥格里亞州王者新星基金 環球組別及北美組別新上榜的兩隻基金是榜上常客 而歐洲組別則首次由順英國基金佔據榜首 歐洲局勢6月下秦因希臘公投而出現動盪 英國成為至今被爛鎖 英鎊相對強制,股市表現亦相對其他歐元區國家穩定 因此,6月由美資基金公司天利Threat Needle出品的 英國小型公司基金登上歐洲組別榜首 天利市Emory Press Financial 美股編號AMP旗下的國際投資管理公司 Emory Press Financial則是美國的多元化金融服務公司 威力全球首四十大資產管理機構之一 天利英國小型基金表現理想在香港的認可基金選擇中 天利市唯一一家提供最完整的英國股債基金選項 該公司的英國小型公司基金向來表現不足 過去五年中有三年的回報以美元計如三成 而在2011年的市易緊虧損一成 講上其他基金無大生意 不者本周會借蝙蝠探討一下第三季的環球投資展望 踏入第三季,環球金融市場再度風起雲湧 一方面希臘處於脫勾邊緣 另一方面內地 古則一寫不止,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挑起公投 但比數反對了債權人的援助方案 不者第二季已指出希臘脫勾的機會已增加 現時的情況是希臘總理舉行公投已提高自己的認受性 並利用國民與歐洲債權國博弈 但結果是德國為首的債權國表明 不會不惜一切讓希臘留在歐元區 希臘在博弈中最終慘敗 從理性角度來看 無論是希臘及歐洲債權國都不希望希臘走向脫勾一途 但政治上的玩火早前已令黑天鵝事件發生的機會大增 不者對希臘與歐洲債權國達成某程度短期協議並不意外 希臘短期脫勾的危機暫時降溫 但實際上,以現時不同情景的最終結局來看 希臘肯達機會最後還是要脫離歐元區 為歐元區及歐洲央行過去幾年建立的防火牆 已有效令到危機蔓延的風險減少 事實上,相對2011年歐債危機爆發時 現時歐洲銀行對希臘債權的風險暴露已大減 對市場的影響將遠遠不及當年 而這次希臘的危機,也沒有觸發其他重宅國知識的急性 美國九月加息事在必行當然 從另一個國度看,一旦希臘脫勾,將為歐洲國家離開歐元區開出先例 政治上的後果則極為嚴重 至於歐元的前景則很大程度視乎希臘的情況 一旦脫勾風險上升,第三季相信有機會回落至1.05水平 除非希臘以外的歐洲整體經濟,更越則持續改善 西班牙及意大利的改革也有所進展 美國方面,股市今年以來表現牛皮 美國就業市場理想,但工資增長仍然溫和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加息速度不會快 但從經濟的持續復甦及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內看 美國以無理由維持金融海嘯時的過度寬鬆貨幣政策 今年底前形式上營會加息一至兩次 而首次加息的日期相信是今年九月 至於美債知識,第二季下循顯著反彈 近日則在希臘危機下發揮避險作用 十年期知識率一度回落至2.2尼水平 在現時環球的宏觀環境及美國的利率前景下 筆者相信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 第三季將在兩尼至2.5尼水平反復 日期營利進入正循環 日本是筆者第三季繼續看好的市場 在旅遊業的帶動下,日本的內需復甦理想 為出口及工業數據方面的表現形反復 正如筆者上季已指出,今年以來日股的升幅 已不是由日元下跌帶動 顯示日企的盈利增長已進入正面循環 另一個帶動股市的是企業管治 根據Market數據顯示 本財政年度日本企業股息將較2014財政年度增加15%至7.7 股息率從去年的1.1%升至1.6% 對股東更為友善 至於日本的量化寬鬆政策 預期將維持在每年80兆日元的基礎上保持靈活性 並繼續實施至穩定實現2%的通脹率目標為止 不者預期日本央行第三季會按兵不動 在第四季加大規模的機會亦未有市場預期搬大 入圓進一步大跌的空間已不大 在較差的情況下,130附近逆時底線 四三優選基金榜四三優選基金榜以客觀的基金選擇模型 選出不同組別中回報出色而穩定的基金 哪隻基金在其組別出類拔稅 透過四三優選基金榜便能找到答案 四三優選基金準則 四、基金一年表現排名在同類基金中為前四分之一三 三個月排名在前三分之一四 兩年、三年、五年、年初以來表現排名同樣在前四分之一三 六個月排名同樣在前三分之一以上條件 每符合一項得一分,最高為七分 成為優選基金的條件最少要有六分 吳芳俊 F C C A C F A C F P C M 康宏資產管理業務拓展及投資管理董事作者在理財行業有餘十年經驗 對環球金融市場及基金投資深具心得 經常於各大財經報刊發表文章 近年著作包括C F P 精解88 基金實戰180%超競爭增長攻略 幸福的婚姻理財 向越南出發尋找下一塊金磚 向台灣出發尋找新機遇下的投資藍圖及C F P 精解101 再看一次 F P 精頂 F P 精皆